所以 通要护 要护法 是永远别让它再来 要防范 那 破色唇痛 就是断烦恼 唇菩提 断六臂 唇六肚 就这个意思 断贪嗔痴 存戒定慧 戒是对质贪的 定是对质称的 慧是对质愚痴的 戒定慧是对质贪嗔痴的 所以佛教导我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六道反复 无实戒来 习惯于 毕色 对佛法里面所讲的 通达 很深处啊 所以稍稍通了一下 马上又堵塞了 就不通了 就通真难啊 也就是说 你的贪嗔痴吃慢 常常 显起来 你的六波罗蜜 常常忘掉了 我们一般讲 是念 把六度的这个念头忘掉了 常常忘掉 不想忘掉的 常常忘掉 想把它忘掉的 常常显起 这什么 就烦恼 稀气 很难断 在方法里面 实在是 以念佛为最方便 古大德说得好啊 不怕念起 只怕惧痴 这是禅宗大德讲的 就是什么呢 提起正念 时时刻刻能提得起 三许 六合 三辅 六波罗 常常能提得起 一切时 一切处 常常能提得起 功夫就得利了 这个得利 不是偶然来的 决定是得自于 常识 熏修 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 你才能得到 我们 我们不是一门 是多门 多门是散乱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心力 不能集中 这是很大的伤害 这是比赛 一门容易通 一通 一切都通 不通了 全都比赛了 你搞清楚了 方法有了 佛在今天上 给我们提出很多方法 有了 依照这些方法来对治 我们才有方法 克制烦恼 这方法有力量了 有能力 克制烦恼 有能力 把这比赛打通 在这一生当中 才能成就菩提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